頭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我們知道現在各國疫情都在升溫 那麼尤其呢 現在就因為疫情突然變得這麼嚴重 所以很多的國家都還來不及 包括澳洲現在要準備試劑 要到哪裡去找啊 結果呢自己準備不足還要先去管 說是中國在擋 真的是這樣嗎 那麼另外一方面當然還有說 哎呀現在2022年才沒幾天呢 可是有人已經在喊累了是誰啊 這個人叫做拜登 等一下跟大家來聊 不過首先因為剛剛我們講到了澳洲 我們就來看看 其實不僅是澳洲這個快篩世紀缺貨 哎 美國英國澳洲都是央德魯撒克遜 都是他們的 結果怎麼這樣 快篩世紀大缺貨 大家一起來面對 不過我們今天呢先講講澳洲 因為Omicron來了 結果呢1月10號 光這一天累計確診數突破百萬大關 結果你看看澳洲的媒體怎麼說呢 說現在很缺這個世紀 大家都要用了 急得不得了 可是 是中國海關扣留快篩世紀出口 你看到沒 中國真的是中國海關的問題嗎 因為他們透流 所以短期之內才會難以擺脫 缺貨的困境 你知道他們很需要中國的世紀啊 說19個快篩世紀至少有14個是Made in China 敬平 澳洲的這個新增的確診COVID-19的病例 因為Omicron的這個影響 總共24小時之內到我們節目播出前 我剛剛看一下了這個新聞最新的 是72239個新增確診病例 全國目前有299名的COVID-19的病患 正在家戶病房診治 還有其中80個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所以其實澳洲的這個狀況啊 病人病例似乎確診的案例越來越多 逐漸攀升 跟美國英國有得比 美國當然美國是更多啦 美國因為是人口的這個群體母數大 所以美國一下子就突破單日可以超過50萬 什麼時候是60萬大家也在關心 英國也是 所以歐美各國這一波在Christmas 到Happy New Year 這樣一個新年的這個過後的疫情 急速的攀升 澳洲訂購了2億劑的這個快篩世紀 其中7000萬個是這個聯邦政府要用的 那其他1億3000萬是分到這個各州去 那其中有大概90%也就是至少1億8000萬 是來自於中國 那也就是說剛剛有講了說19個快篩世紀 其中14個就是來自中國 剛開始廠商跟他們說一兩個禮拜 可能會延遲這個半個月的時間 沒想到兩個月過去了 怎麼是兩個禮拜就變兩個月 然後怎麼快篩世紀還沒拿到 然後就一直在吹中國那面公司 這個新聞是由澳洲金融時報 金融評論報這個所披露的消息 他說是澳洲業者說的 對他是訪問澳洲的業者 因為澳洲的這個主要的訂貨來源是在中國大陸 那他也不敢舉證說 是不是真的因為中澳這幾年打了這個貿易大戰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說因為2020年的時候 中國就有曾經控制出口他們的這個口罩管制 然後不讓進口澳洲 所以他們用這個來推估說 是不是因為2020年有這樣的一個口罩禁令 所以其實口罩禁令那個時候不是只有中國 台灣也是啊 記不記得我們台灣口罩國家 對我們除了我們說要送立陶宛送誰 送美國送什麼我們可以的話 要不然那時候我們口罩廠商也不准出口啊 不是只有台灣 不是只有中國是台灣也有 所以我覺得澳洲用這個回溯2020年的口罩禁令 然後現在就講說哎呀你看2020年有潛力 而且這幾兩年澳洲的關係不好 經貿戰爭打得這個如火如荼 方金慧愛 所以是不是這樣的原因 但是他不敢講死 所以他又把原因又導向說 也聽說他那邊的供貨不穩 我跟他講很簡單 第一個可能就跟口罩一樣 他們也要必須出管制他們的快戰 你沒看現在整個西安乃至於陝西 幾乎都在這個封城 都在那個嚴控這個Omicron的這個病例 那中國現在即將面臨那種春節的輸運 春運人潮 這是季球上的一個這個大移動遷徙 所以他必須管制他的快栽四季 就跟我剛剛講的口罩 當時不只中國台灣各國都在管制 自己的這個很重要的這個民生 尤其是防疫的這個戰略物資產品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中國大可也不要給美國不要給英國啊 我不相信只有澳洲急需 而且如果要這樣考慮到 等一下我們還會談到澳洲的動力 因為也可以不賣給這個中國啊 如果你要這樣管制他的話 現在不是印尼不出口 他的這個暫時有祭出 他的這個煤炭出口禁令嗎 澳洲也可以反制 所以我覺得不是這個問題 除了就是供貨方面的這個狀況 出出狀況 中國自己內需他可能不夠 他又要嚴管管控了之後 然後供貨出了問題 所以導致說他跟澳洲的這個業者說 可能沒辦法現在那個那麼快給你 如果早就不給澳洲的話 早就跟他講說不會給你啦 接下來半年你又不用等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澳洲金融評論報 在事情還沒有整個圓滿了解 整個水落之後 就這樣子我就懷疑說 中國是不是故意打澳洲這個經貿大戰 就扣住他們的這個快菜 我覺得是在這種防疫的議題上 增添打口水戰的天心家財沒必要 好不過你看這個澳洲啊 他們當然是說 現在有點措手不及了 因為發現事蹟不夠 可是很需要用 但是真的是因為中國海關扣流 造成他的缺貨嗎 如業者所說嗎 而這業者還是說是澳洲的業者 可是另一頭提供給大家看 也是澳洲媒體的這個報導 他是ABC News 他是澳洲的廣播公司 他怎麼說的呢 他這個上面的英文的標題 我們把它翻過來 意思就是告訴你 澳洲廣播公司報導 全國短缺快篩試劑 是政府被指控是準備不夠 澳洲的財長自己講 是因為疫情啊 因為Omicron變異導致病例大增 遠遠超乎他們的預期 所以他們沒算到 結果疫情一來 事先沒有準備足夠的試劑 結果就造成缺貨了 這不是別人所說 那老師這個是澳洲的財政部長 自己這樣講 是澳洲前一段時間的防疫 其實還是不錯 雖然有幾次跟台灣一樣 就是有衝進來 然後但是他們很快的 又進入封城 那麼甚至國門也關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們的疫情相對來講 沒有那麼的嚴重的清新 相對來講 我是指說比跟 美國跟歐洲的國家來比 他相對來講好一些 我相信他的政府 在這方面就掉以輕心了 所以他的庫存量絕對不夠多 可是等到這一波疫情 再衝進來的時候 很快的庫存量就用完了 所以等於是政府的單位 自己準備不及 準備不及怎麼辦 甩鍋嘛 甩鍋最簡單 現在全世界都在玩一件事 就是甩鍋給中國大陸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也是如此 反正什麼事 台灣有疫情突破 就是大陸的錯 然後經濟不好 大陸的錯 然後出口很好 大陸的錯 反正什麼東西 只要是講大陸的錯 都可以了 台灣現在也是 民進黨也是玩這個 每天從早玩到晚 可是老師 這個打個岔 他們是甩鍋給中國 但是又離不開 離不開的意思 是因為澳洲 你看講世紀 需要Made in China的世紀 是 剛剛我們講美英澳快篩缺貨 美國也是 尤其像英國 英國媒體自己報導 說他們也是缺世紀 那偏偏主要依賴中國產品 然後主要是靠露氣 兩家露氣 然後這個是事實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我覺得歐美人 歐美人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文化給他們的 很大的一個制約 例如說他們的傲慢 他們的偏見 我想傲慢與偏見 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書 其實他就充分的描寫歐美人 他們的文化給他們的制約 就他們的這種文化性 使他們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傲慢 就好像我們也常常覺得 台灣很多民眾對大陸 有一種莫名的傲慢 莫名的那個驕傲感 其實那個都是沒有理由的 那歐美人也是一樣 有一種這種莫名的傲慢 然後有一種偏見 一旦有了這樣的一個 傲慢跟偏見的時候 你想想看 當初缺口罩 那大陸那邊緊急供應口罩 那其實那一定就是很簡單的 進口商跟出口商之間的關係 你進口商要求什麼樣的規格 然後你選什麼樣的廠商 那個廠商就按照你的規格 然後就賣給你 那如果規格不符 你可以退貨 那就是違約彼此之間的 法律糾紛的問題而已 其實那個都是簡單的商業行為 大家也都知道那是商業行為 口罩也是如此 可是你看喔 當初他們缺口罩 緊急從中國大陸那邊 進口一堆口罩 接著呢每一個人 每一堆歐美人 就開始挑中國口罩的毛病 說黑心口罩 那個什麼這個口罩不合格 那個口罩不合格 不是每天都在做這個新聞嗎 當時不管在荷蘭 不管在美國 不管在哪裡 每天在挑口罩的毛病 什麼中國的什麼N95 他們還說中國沒有N95 中國就C95 還說什麼中國的什麼N95不夠好 每天在那邊 每一天都在那邊罵 可是呢 一張嘴一直罵 另外一張嘴就是我要口罩 我要口罩 就是不斷的來玩這個把戲 為什麼 因為玩這個把戲很簡單嘛 就可以掩蓋他們國家 生產力不足 掩蓋他們的衛生單位 沒有把口罩準備好 掩蓋他們的政府的失能 然後所有的責任 往中國大陸推 現在快賽季也發生 同樣的情況 缺快賽季了 然後就是說 大陸卡海關 你查明在說嘛 也可能大陸自己本身 被你們這個西洋人 整的已經夠了 所有的東西出去給我 品管給我控制好 也就是說 你不要管進口商什麼品管 我們自己本身 先把品管控制好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當你的這些要求 越多的時候 那當然你的海關的查獲 就越嚴嘛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每一次你碰到歐美人 他們的那種媒體 邏輯就是這樣 你就是覺得說低級 坦白說我常覺得 他們實在是很低級 好 不過呢 說到了澳洲 那現在 這個有媒體就在說 請教一些介大使 評論一下 現在印尼因為忽然 宣布禁止煤炭出口 所以澳洲是不是會很開心 因為大陸佔印尼煤炭出口量 六成以上 那澳洲金融時報就報導了 說澳洲會成為大贏家 不過路透社有報導說 摩根史丹利的分析 說中國冬季供暖需求達峰了 而且創紀錄的煤礦產量 中國的煤礦產量也不是不夠 那天氣又溫和 使中國的電廠庫存還不至於不夠 所以到底澳洲能不能開心得起來呢 如果從印尼那邊有短小的 真的會從澳洲這邊增加採購嗎 其實中國的煤礦的運廠 非常豐富的 就是說看要不要開採而已 那如果要開採的話 自給自主是沒有問題的 內蒙古 山西 這些煤礦是豐富 那就是這個好的煤田 尤其在內蒙古都是露天開採 只是說要不要自己開採 那麼在這個 因為開採的話 事實上你對環境 事實上有很大的影響 像山西那個煤老闆開的時候 把很多地下的挖空了 造成很多這種環境的嚴重破壞 那所以煤礦大陸並不是沒有煤礦 不像石油跟天然氣 你必須要靠外面進口 自己產的不足 那煤礦中國大陸是自己可以生產 你只是內部你的政策 是不是多開一點山西的煤 都開一點內蒙古的煤 那這個只是政策而已 所以自己可以解決 對澳洲不存在這個 絕對的依賴關係 所以我要向你買的話 那就是說我自己少生產點就可以了 那所以今天印尼的煤 中國大陸我想就是說 過去因為澳洲的不友善政策 所以很多部分能不跟澳洲買 就不跟澳洲買了 因為產煤的國家多得很 那可是這個產煤就是你運煤的速度 還有煤的本個 這個品質還是有差 那當然還是像亞洲國家買的話 是比較 光運費上就可以比較省 當然還是有這個成本的考量 那不過就是說 對澳洲並沒有絕對的依賴 所以今天如果說 大陸說政策性當然要買一些 澳洲的煤的話是可以買 可是在目前這個澳洲 對大陸這種敵視的做法之下 那大陸可以開可以不開 所以我覺得在煤這樣資源上 跟鐵礦跟其他的這些天然資源 是不一樣的屬性 所以我也不認為這個澳洲就可以 現在就可以在那邊放鞭炮 哎呀現在大陸要回過來求我 大概不會這樣 大概還不至於 那倒是韓國日本 因為印尼的這個本身禁止出口以後 他們可能會面臨一些問題 因為這些國家本身是沒有資源的 我就不曉得日本是不是有煤礦 如果有煤礦的話 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 就不會把台灣的煤礦 這樣子的剝削 好不過你看看喔 為了要環保當然是減少燒煤 中國大陸是這樣做 可是為了交通 是天氣再冷都要見橋嗎 來我請教一下敬平 印度媒體報導說 根據衛星的圖片顯示 大陸解放軍在班公湖上面建起橋來 那麼他們有分析說 這座橋在班公湖中央最窄的地方 可以通行人員以及重行車輛 似乎即將完工 當地天氣很冷 印度人都嚇壞了 為什麼呢 零下15度或甚至是更低的溫度 為什麼他們還可以在那裡建橋 是什麼樣子的技術 而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不解 等到2月的時候 搞不好到零下30度都有可能 所以因為之前他們在這個 中印他們LAC實在實控線的附近 發生過了這個邊界衝突的爭議 所以現在在這個班公碩湖 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 印度人第一不解的是 這麼冷的天氣你建橋 你有這樣的一個工程技術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說你在最窄的地方 它那大概只有可以通行的一些人員 就是屬於一般加強型的步兵營的人 然後還有一些 你不可能到了這個重型的坦克 因為你如果通過那個已經結冰的 這個班公碩湖它附近的話 你可能會導致它的整個冰層 一下子被你壓壞了 動裂或是出現什麼自然的意外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前進 所以印度會不解說 中方它的這個解放軍的部署 在那邊是做什麼 它的用意是什麼 可是人家建橋一定 它有它的戰略的這個意志 印度跟這個在實戰線的時候 要逼印度做一些 某種的這個浪步 就像印度不斷的 這幾年在邊境上 大家大肆特別修建 它的一個這個軍營的城堡 這個等於是兵營 它的一個這個部署 它的這幾個這個碉堡式的建築 都看得出來 中國就是敵進我退 敵退我進 那這樣 那現在他們採取在 中印邊境的這個做法 我覺得就有點就是 把它的戰略的眾生往前延伸 就算搬攻破壺 它的這個地上的這個兵 或者是因為這個極凍極低寒的這個溫度 它也是要把它的這個部隊前往前推進 因為在冷的這個地方 如果他們可以把它的這個工程技術 延伸的話 你看他們之前 不管是在這個青江藏高原 在西藏那一帶 他們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高寒地帶的訓練 還有包括它的武器的這個火炮的試射 所以把它的這個基本的坦克戰車 不是那種資重的這個武器 用一個裝甲運兵車往前推進的話 你劍橋而且從衛星照拍攝 那個劍橋的這個進度 似乎快完成 表示我覺得 起碼進行了至少有超過 三個月到五個月以上的時間 你看在這樣的一個時間 可能美國的這個焦點 還有這個印度的重心 都沒有放在那邊 以至於回頭再看到說 中印邊境的說 你橋快蓋好了 那接下來如果再發生衝突的話 我覺得會大大提升 中方從西藏那邊 這個中印邊境 靠近中方控制的那個地方 它的兵源不斷的 源源不絕的 從陸律上很快的 之前還說不是兩個贏的對打嗎 那接下來可能就是兩個贏 三個贏就是等於是一個旅了 我覺得這要值得印度緊張了 是當然美國還有所謂印太戰略 不知道美國看到這一條會怎麼說 也許這個賴老師可以補充一下意見 可是呢 我們看是不是要破解印太戰略 所以大陸方面要出手呢 這個之前我們才看到 有所謂的這個非洲之腳 派了特使 我們上禮拜才有討論到 那麼大陸外長王毅出訪呢 他到了斯里蘭卡這邊 到這個見了這個外長佩里斯 結果呢中方建議說 不妨事實的召開印度洋島國發展論壇 那麼這個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可以再進一步的加深彼此的合作嗎 可是我們要看這個斯里蘭卡總統呢 有要求中國方面要重組債務償還 說過去10年呢 中國向斯里蘭卡提供了超過50億美元貸款 建造公路港口機場以及燃煤發電廠 主要都是做基礎建設 那麼但是有人就批評了 說這些錢被用來做回報率低的白相項目 所謂的白相 白相就是價格昂貴 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甚至就說是50億美元的白相 賴老師你怎麼看呢 這個總統啊 我對這個事我比較清楚一點 這個總統他基本上來講 是沒有資格 對中國大陸提出這個要求 不過他也把臉拉下來 跟中國大陸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 為什麼呢 因為他當初在野黨的時候 他當初在野他是在野黨的黨魁 他就攻擊當時的政府 因為當時的政府就跟中國大陸合作 就是建立您講的這個可倫坡 也就是斯里蘭卡的首都可倫坡 可倫坡他本身是商業交通港口 因為他是港口城市很發達 很發達的情形下 他本身被他的整個自然環境制約了 所以他要擴張 要擴張 所以他們當時的總統就請 中國大陸跟他們合作 那中國大陸就幫可倫坡就填土 那當初講好的就是說 這個所有的費用這個部分裡面 那中國大陸可以貸款 有的是低利有的是無息的 那有的時候是填土這個部分裡面 新增的這個土地彼此之間共同享有 也就是你拿三分之一我拿三分之一 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共同持有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也就是當時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協議 那這個協議也就是幫他 可以把這個城市變得更大 港口變得更大 機場做的現代化 然後這樣的話他可以使這個斯里蘭卡 因為斯里蘭卡的位置 就在印度的旁邊 所以他會成為一個商業商港跟空港 還有就是這個印度南太平洋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交通的一個網路 他會成為一個商業的經濟的中心 那當時就都已經開始推動了 做了一半 結果呢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時候的執政黨的總統 沒有選擁沒有連任 在野黨的總統就是現在這個總統 就上來了 上來了以後呢 他就把所有的工程全部這樣提 因為他當初在野黨的時候他反對 他認為這個項目是不好的 這個有劉璧什麼什麼什麼 那整個項目這樣暫停了一段時間 停到那個鋼筋都生鏽了 可是當時後來他發現 他當總統一段時間以後 他發現他反對是錯的 也就是說對於斯里蘭卡來講 一定要這樣發展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那結果那已經隔了很久了 可是東西都已經有些都已經生鏽了 所以後來他又去請中國 說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地方恢復過來 因為當初中國大陸那不做的話 那違約款那就是申請國際仲裁 那該賠多少賠多少 那斯里蘭卡的總統 就是現在總統又不願意了 不願意以後發現還是要做 所以呢又曾經請中國大陸說 我們把合約繼續做 可是你想想看當初停工損害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要再花錢 就像我們的大巨蛋一樣 大巨蛋不是也停工嗎 那也生鏽嗎 那你還要再重新再來 可是那個停工期 那些損失誰要賠 所以整個做完了以後 現在還在做的過程裡面 疫情來了這兩年 所以這兩年的時候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在這個疫情前完成 然後也沒辦法成為一個商業的 那當然就是要往後拖 好就在這個時候 美國的官方的宣傳機構 叫做美國之音嘛 美國官方的宣傳機構 就是為美國政府說話的 專門來黑中國的一個機構 他馬上的就說 你看這是百物項目 你看這就是坑錢的建設 你看這就是中國大陸的那種貸款 什麼就開始來了 對 可是您記不記得以前他們大陸 美國人不是在批評中國大陸說 那個蓋那個捷運 蓋在無人的地方上 那時候新聞做很大 結果沒有多久 再過幾年去看的時候 那個地方的城鎮就建起來了 因為中國的整個建設的想法 跟歐美人是不一樣的 中國人是先把交通網路先拉好 鋪好了 對 都鋪好嘛 完全都鋪好了以後 讓這個城鎮有發展的空間 那歐美人是城鎮發展以後 再把交通弄起來 那你交通弄的時候 你就是慢嘛 像我在巴黎住的時候 我們蓋一條地鐵 蓋了十幾年了 蓋不好啊 因為它是自然形成了以後 再來改善交通 那你想想看浪費多少 可是中國是 我是把交通接設都做好 鋪好 城鎮的發展的條件 就起來了 其實當時如果斯里蘭卡的 在野黨或是執政黨 沒有偏見 特別是在野黨 就現在的總統 沒有偏見的話 了解說整個 當時的一種大計畫 大構想 我相信今天 就不會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城鎮早就開始在發展 那一發展當然就賺錢 賺錢的時候 你就注意看 就沒有人講說 中國大陸有眼線 保證不會 一定繼續黑 一定繼續去找說 你看 那個鋼筋有生鏽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那個螺絲釘有生鏽 他一定會 所以他們要來黑 但是問題大陸方面 還是繼續做他務實的事情 那你看他現在說 要跟印度洋島國發展論壇 像斯里蘭卡還喊話 這個有多大的實質作用 他能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呢 因為太平 印度洋跟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島國 他們都是島嶼分散 然後人口比較稀少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度假勝地 他目前水面快淹上來的 馬爾地夫 馬爾地夫 也是在這個印度洋的 這個島嶼上面 他們都有非常好的 這個地緣戰略的位置 也有非常好的這個觀光交通的 一個樞紐地帶 可是他們最弱的地方在哪裡 基礎建設不足 那你基礎建設你要蓋好的話 歐美的國家沒有人願意去投資 他們只願意投資 例如說像印尼的巴厘島 然後呢已經完成了 這個時候他們幫他把那個 這個旅館蓋好 那這個他們願意做 就一定要有發展雛形的 但是還沒有的 他們不願意做 但是中方願意 港口 機場 碼頭 互聯網 電燃 海底電燃 你要把它整個拉起來的話 歐美的國家不願意 而這些國家他們最大的困難 就是他們沒有錢 他們沒有這個工程技術 那你想當他們尋找 中國大陸幫忙的時候 這歐美的國家就做錢坑 可是他們回過頭來 找歐美國家說 你們來幫我的時候 他說我為什麼要幫你做 一定都是這套模型 要不就是那你給我更多的錢 那到底是誰是更多的錢坑 那當然是歐美的國家 是更大的錢坑 可是當他拿一堆錢的時候 理所當然 可是中國大陸賺這個錢的時候 那就是錢坑 那現在目前就是 當大陸如果把他們的 南太平洋或是 印太平洋的島國的論壇 建構起來了以後 那中國大陸對這個地方的影響力 絕對會大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做不到嘛 那歐美的國家也做不到 也不願意做 那你想想看 願意做的能夠帶動 我的民生基礎建設 做得更好的 那當然影響力就更大 當他一旦這個論壇組成 你注意看喔 歐美的媒體會怎麼黑 觀眾朋友 你們可以敬請期待 看他們會用什麼字來黑 好好好 先看一下這個美國之音 不過回來我們先謝謝 謝謝線上這個 Geraldine Thiel還有新鋒亮 謝謝你們的斗內支持 還有呢我們線上的好朋友 請大家記得要按個讚 謝謝大家 不過回來我們看到 之前都一直喊得很大聲啦 終於2022來了 請教介大使 美國真的會邀請台灣參加 RAMPAC環太軍演嗎 那麼美國之音引述了專家 是軍事專家 而且是美國的軍事專家分析 說邀請台灣去參加的話呢 是很大的一個政治動作 對台灣呢獲邀機會不大 而事實上呢 台灣參加是被列在表達國會意見當中 他並不具有約束力的 那麼這個前美軍太平洋司令部 聯合情報中心主任 卡爾舒斯特 他就說北京呢 可能會施壓 許多其他的亞洲國家 所以包括韓國馬來西亞 印尼菲律賓等 都會婉拒邀請 或甚至是拒絕參與演習 所以換句話說 台灣一直也喊得很大聲 民進黨政府也都是說 我們要參加RAMPAC 因為有美國邀請 實際上成局的機率並不高 是嗎 我覺得最後就是派唐鳳 代表出席吧 唐鳳 還太平洋軍 對啊 現在民進黨的外交最大人才 就是唐鳳 那不會拉黑吧 那我也不曉得 民主跟唐鳳有什麼關係 是 美國民主峰會最後 美國就同意唐鳳來 對不對 蔡英文也只能派唐鳳 蔡英文也去不了 那我覺得那個 我們的國防部長 是絕對不可能受邀的 那本來這個是在 國防授權法案裡面的 一千多條裡面 有這個 這個法案 無拘束力 而且用詞是請酌情 請行政部門 它是一個建議性質的 所以會不會做完全看行政部門 那我覺得今年2022 行政部門會拿這個做一個 又是做一個怎麼樣 談判的一個工具 跟中國大陸搞對抗的時候 來用的 那不過這個會 我認為還是雷聲大 屢有點小啦 那最後我說 我預測唐鳳有可能 其實不是零可能 是有可能 因為唐鳳的話 反正上次也被拉黑一次嘛 經驗也很豐富 到時候給你去了一下 那麼到時候又到時候什麼待遇 反正唐鳳也都逆來順受 好奇怪 可是那線上參加 線上參加 這種參加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 可以 它這個光譜360 非常大 它可以讓你一艘軍艦去 它也可以讓你一艘救護船去 它也叫一艘補給艦去 它也可以叫一艘什麼 叫一艘海巡署的 一艘某一某艦去 這個太大 另外也可以呢 把你請來這些軍方的 比如說海軍的 某種將領的話 然後呢 讓你到一個 這個戰情室裡面 這戰情室可能在夏威夷 然後呢 讓你在戰情室看一看 這個好像有所參與 可是你沒有任何的武器 你沒有戰艦參加 就是一群人 跑到戰情室裡面 坐在旁邊 然後突然美國的PATCOM 所謂的印太司令部 就公佈一張相片 說這個 從台灣來的這個軍事代表團 參與我們這個PATCOM的 這個 這個戰情室的去來參觀 所以這個 你說 就是說 這個 可以做法非常多 可是就美國來講 他現在就開始 炒這個議題 因為今年 炒這個議題的話 又可以跟大陸怎麼樣 又可以跟大陸周旋 然後搞不好搞一些好處出來 那搞到一些好處的話 他又搞一個議題 所以 就是說買空賣空 最後來賣一個價錢 所以這個是美國 過去幾十年一直在用的 慣用的 那最高層級就是唐鳳出席 就這樣 好 事務已代 不過呢 來看看現在針對台海情勢 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孫雅夫 他說 去年台海情勢出現一輪緊張 那戰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談判呢 談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欸 敬平 所以這番話怎麼解讀呢 這個戰爭的可能性存在 其實不只是孫雅夫講出來 其實國外的專家 美國的軍方 美國的智庫 然後包括我們在場的 賴老師和這個我們介大使 還有包括很多的 中國的大陸的 包括媒體啊什麼 其實也都點出過 民進黨政府如果 不在乎這種執政方式 然後一再的去挑釁的話 然後一再的用這種 以為壯大自己的軍備 由美國在後面當靠山 然後用很多的這個方式 真的是把自己 推向戰火的邊緣 大家都警告過啊 這是可能發生的 不是沒有可能啊 民進黨一直叫大家 好像說不要相信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就像等一下可能會提到 這不是跟那個Netflix的 這個千萬別抬頭電影很像嗎 是啊這就是接著 要請教一下敬平的 這部電影現在 大家或許沒有看過這部片 我沒看過 這部片是一部 講到電影就很蠻想要看 這個我看了啦 討論度也很高 這一部電影雖然評價兩極 但是它大概是一個 諷刺的科幻的一個災難片 雖然片尾有一些彩蛋 讓大家看得很驚訝 說總統的兒子 不是沒有跟他媽媽 到了這個外星球 去尋找重生的機會嗎 怎麼突然片尾彩蛋 好像顯示 還可以在推特發文 我重生了 我是唯一的信存者 那好我就跟大家講一下 這部片大概是有好萊塢 大咖明星 曾寧佛勞倫斯 跟這個李奧納多 迪卡比歐兩個主演 那李奧納多 他就是演一個大學的教授 然後那個曾寧佛勞倫斯 就是飢餓遊戲那個女主角 他是演他的這個 這個博士研究生 那他們兩個無意間 透過了類似哈佛的望遠鏡 很高倍速的望遠鏡 發現一個彗星 大概在半年後 即將直接撞到地球 會摧毀地球所有的生物 那後來他們就去跟一個行星辦公室的這個主任報告 然後那個辦公室就很熱心的 就帶著他們去跟這個總統簡報 總統是誰演的 美國總統是梅利史翠普 他演一個美國的女總統 然後他的兒子 剛好是他的辦公室主任 他們兩個就心不在意 一副覺得這沒什麼 然後也不會聽他們在講 就是不理會他 很輕忽啦 對很輕忽 然後後來他們又這個主任呢 又帶著這個李奧納多跟他的學生 跑去這個上節目 那節目的脫口秀主持人 就被哈哈大笑 就是這位女的 對在那邊凱特布蘭奇啦 那在那邊哈哈大笑 然後嘲笑 甚至他們有點歇斯底里了 在那邊警告大家都不相信 總而言之 後來劇情的發展到後面 那甚至那個 就有出現三派的這種聲音 一派是不相信 所以是胡說八道 一派是覺得 要消滅了這個行星 想辦法像以前 世界末日電影演的一樣 派這個核武 把火箭載著核武上面去摧毀 另外一派呢 說不行喔 這上面有採礦的資源 我們要好好的利用它 它上面的這個稀土元素 足夠美國可以有上兆美元的收益啊 所以大概這樣子炒了一段時間之後 終於幾個月過去了 Just look up 就是只要抬頭看一下 抬頭看看 你就已經可以看到 人類已經看到衛星 你的災難就在頭頂頭了 都已經來了 然後你還不信 你還不正視嗎 結果這個時候 美國政府這個 這個剛剛講 美利時政府扮演的總統 這些官方反而扮演一個角色說 就是Don't look up 就是不要抬頭看 不要往上看 千萬別抬頭 反制他們就對了 那個會心那個行星指的是什麼 就是兩岸的開戰啊 有人就會把他這樣子拿來打鼓桑了 然後美國總統跟他的兒子 就像是民進黨政府一樣 你不要抬頭 抬頭看也看不上是假的 或怎麼樣 一直到出現的這個轉折是 這個美國總統 他提名了一個大法官的 這個提名的有性醜聞 然後他為了轉移焦點 就說好吧 本來是不是叫大家千萬別抬頭 這個時候可以轉移焦點 而且他的這個金主又說 上面可以採款 可以有很多的收益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想辦法 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就知道說 我套在剛剛講的那個兩岸的這個問題上 政府是不是叫你千萬別抬頭 因為你看不到兩岸的兵凶站圍 就像千萬別抬頭 看不到會心這個 這個行星在頭上一樣 等到這個地球毀滅 所以我覺得說 這部電影是蠻發人省思的 就是讓人家知道說 原來政府官方 不要你人民知道的時候呢 他就選擇淹沒真相 或者說你根本不要看這個真相 這個真相自我創造出來 我把他這個隱形斗篷 把他遮蔽住 你就看不到 這不是很爛嗎 對啊最好笑的是 那個美國總統啊 就電影中的這個美國總統 跑了 然後本來說可以解決 這個會心 做那個睡眠的太空床 跟美國總統搭同一個飛機 也跑了 對他在兩萬兩千多年後 到了一個外星球 醒來了第一 眼睛一張開 就被一個外星的動物給撞死了 所以當然有些 有些觀眾會覺得 這部電影蠻瞎的 但是他純粹你用諷刺的眼光來看 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PTT 還不讓你隨便討論 是不是覺得有點太敏感了呢 所以千萬別寫字嗎 好 來 這個觀眾朋友來 我們先點個讚 然後記得要訂閱 頭條開獎 96萬塊4千 加油 我們繼續沖 打百萬的目標 一瓶努力 我打菜一下 PTT為什麼這不能討論 他們呢 有時候 也沒有明說啦 就說這個是 什麼政治性 他們是電影裡面的圈 那不是思想言論自由嗎 是 PTT的啦 PTT裡面 可是PTT為什麼可以 他們會用文字故意去寫 為什麼可以限制討論 他們不是說限制討論 這個有點帶哲學性的問題 是是是 賴老師說的 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 它凸顯了人類的愚昧 而這個愚昧是一種罪惡 而這個愚昧也會給自己帶來 生存上的威脅 甚至死亡 對 那人類為什麼要去尋找知識 就是因為我們要活下去 我們要自我完善 我們不想愚昧 那怎麼會一個 啟發人可以去不要愚昧的 而PTT告訴大家說不准討論 這個 這個起步更愚昧嗎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加入訂閱充數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